广州队好消息 郭世强创造奇迹 王涵被质疑 山东南篮耻辱 全场球迷高喊王涵下课 工作人员不满意跟球迷发生冲突 昨天的比赛中 郭世强带领的广州南篮 以93比76大胜王涵带领的山东南篮 其实两支球队实力来看 山东南篮的实力较强 而且是山东南篮的主场比赛 但是山东南篮在主场创造耻辱记录 大比分输给了广州南篮 这样的结果很难让球迷满意 全场山东南篮的球迷高喊 王涵下课球迷要求可兰白克上场 本场比赛广州南篮两大核心 李延哲和田远恒都受伤了 没有办法上场的情况下 广州南篮击败山东南篮 赛后郭世强点评表示 这是我们团队的胜利 表示非常满意弟子们的出色表现 赛后广州队再次传来好消息 广州南篮的核心李延哲确定付出 第二场比赛中 广州南篮在主场 继续迎战山东南篮 而且核心李延哲确定付出 这就意味着广州队有望拿下胜利 晋级八强 只要晋级八强 郭世强指导就带领广州队 创造了历史 广州南篮的球迷应该指导 广州南篮从来没有进入过八强 每次止步12进8的比赛中 本赛季郭世强创造了历史 本赛季郭世强 谢谢观看